景氣回聲之前有講到說航空公司都要開始爭財了 那麼台鐵高鐵也是要爭人 高鐵市出上百個職缺 而台鐵明年要再舉辦特考 預估恐怕要爭333人 起薪最高可以拿到有4萬2 不過要憑鐵飯碗要心理有準備 包括了像女性人員也是要去輪值大夜班 同時週末假期恐怕也沒有辦法休假的心理準備要先做好 自鎮槍員一字不漏的播報鐵路訊息 青年級生的池小姐 兩年前就是看中台鐵比同期畢業生優惑的薪水 放棄大學商學背景 就是想考進台鐵搶鐵飯碗 一開始也沒有往會計的方面走 那是到一個私人的機構 他們加班加的可能比我們還嚴重 對然後如果說是我們是三班制的加班費津貼算下去的話 是比他們好一些的 那是你女生的休息室 台鐵說這幾年女生來考台鐵的比率越來越高 也因此還特別為女性員工準備了休息室 首度曝光寬敞的乾淨空間 衛浴設備也一應俱全 台鐵預計明年會再舉辦特考 徵才330人起薪今天加一加最高可以拿到4萬2 而且還具有公務員的身份 我們以前也是有女性的同仁來執三班 比如講那個波音系統 波音的部分跟賣票的部分 那近年來就是女生的錄取率就比較高 另外高鐵營收成長決定大舉徵才 今年預計招考90人沒有經驗也沒有關係 起薪也有2萬8 雙鐵同時宣布真人雖然說都是以內勤的工作為主 只不過想搶到這樣起薪高的工作 還要有輪值大業假期不能回家的心理準備 中英新聞 秋猛青宣荷文台北採訪報導 請坐下 請坐下